那你們有沒有覺得 美國有什麼樣的 這個比較體貼行為 其實不是所有女生都可以接受 其實我覺得美國真的在變 因為我們小時候長大的時候 我一開始在高中交女朋友的 大部分都是日本人 華人 所以我覺得我們用的那種體貼 是因為爸爸媽媽教的 這是一個文化 所以媽媽都會說 要開車門 開進餐廳的門 然後拉椅子坐下來 然後什麼都是要 就是很紳士 然後我到了高中 對不起 大學大一的時候 教了第一個 是比較說我們傳統的 美國人的 高高的女生 金頭髮 然後我一開始還是用那一套 然後她就會說 It's OK 我可以自己開門 然後要幫她拉椅子的時候 她說It's OK 我自己可以 我就覺得OK 然後我們就吃飯 因為第一次約會 我們是在夏令營認識的 然後第一次約完會的時候 我本來要付錢 後來我就要付 她就覺得 她第一句話是說 你覺得我付不起嗎 哦 然後我就覺得說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 我沒有這個意思 我只覺得說 我今天是我約你 邀請你 然後我覺得我應該付 是 她就說 我要自己付我的 哦 然後就是我剛剛講到 你只要稱讚她 她就會說 你為什麼一直在稱讚我的外表 你不是稱讚我的能力 她就說這不是我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 因為這是一個文化商 常碰到 然後 你知道我覺得 我很喜歡她 但是我覺得她也喜歡我 可是就是這個感情走不下去 因為文化太大一個想 一個改變 真的耶 真的很難 你知道嗎 對 美國真的不能 就是她 什麼 原來沒有三次重逢是不是 就是 都沒有開玩笑 美國真的不能這樣 好久不見 不要亂講 不要亂認進去 對 不要亂認 好 其實尤其是那個開門那件事情 幫女生開門 是這場不行的 因為以為女生不能自己開門嗎 這有什麼意義 就是有點那個性別歧視 你覺得嗎 搶著付錢 對 搶著付錢 這是另外一個 我覺得有問題的 這個我永遠不會再做了 因為我覺得 美國付錢這個事情 跟台灣付錢不是不一樣 台灣人在搶著付錢 在美國是 就是每個人都做 你都是你自己付錢 就是不管去哪裡 都不要付錢 沒有 AA子 就之前可能女生沒有工作的時候 就一百多年前吧 就很久以前 就可能不能工作的時候 那她可能自己付不起 那時候可以請她吃飯 那現在已經2020年了 就女生也有工作 所以可以自己付錢 認識一個硬要付錢的 一個俄羅斯的男生 她跟她去吃飯 她硬要付錢 我說不用啊 就我們是朋友 那我自己付自己的 那妳就介紹給我們認識啊 還是硬要 硬要付 好 那就給她付啊 那下次她想要約我的時候 我就說 我可能不太想去 因為她想要約會 我對她沒有這個興趣 對 然後她就說 可是我上次請妳吃 妳就簽我這個 妳在哪裡啦 妳簽我 就應該跟我出去了 因為我上次不去 不用跟她做朋友啊 可是這個是個怪的 因為平常在我們的文化隊 男生一定要付錢 是 然後她第一次還婚 妳要不要跟我出去 如果妳說不要 還是OK 所以這個她就不一樣了 沒有太誇張了 但是一定的百分之一百 男生給女生出去 我要付錢 他們都已經知道 他們不需要付錢 是 但是因為烏克蘭女生們很複雜 如果妳在烏克蘭 問烏克蘭女生 烏克蘭男生怎麼樣 他們說烏克蘭男生很爛啊 一點都不貼貼 然後一直抱怨我們 然後他們一直跟我們會說 妳們要從意大利男生學 從法國男生學 或西班牙男生學 之後呢烏克蘭女生去意大利 然後每天那邊被心操擾 你的眼睛好美 你的頭髮好好啊 然後她說他們就受不了 所以他們回來烏克蘭覺得 Oh my god 一大利男生好吵好煩 他們就不喜歡 然後回去了其實 你們的女生啊 這個不喜歡 那個也不喜歡 那烏克蘭的不喜歡 意大利的也不 那你們到底要什麼 對啊 就是說很複雜 生氣 生氣什麼 幹嘛生氣 所以他們一到 外國男生的時候 也會開始覺得 其實烏克蘭男生也不錯 因為有一個好朋友 我們當英國人是烏克蘭女生 他的室友 也是他的男朋友是西班牙人 所以我一次 跟我的烏克蘭朋友見面的時候 他問他 那你的這個男朋友怎麼樣 我說哇 西班牙人生好體貼 你知道嗎 他每天早上 午餐 晚餐都給我吃 都幫我準備 好好啊 就是哇 你看你要從他學 就說 好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 我還問他 他說 其實開始有點煩 因為每天每天 他幫他準備 早餐 午餐 晚餐 有的時候他跟他說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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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 自己吃東西 那麼愛幫人家準備 我幫人家準備 為什麼不去開美而美算的 對 然後你說 你說有的時候女生也想自己 就他也要幫他做菜給他吃 可是那個西班牙人跟他說 不用不用不用 如果你跟我在一起 我一輩子可以做菜給你吃 好 然後有的時候 有一次我朋友說 他小客回家 因為他們住一起 然後男生跟他說 誒 驚喜 這是什麼驚喜 他進去的房間 哇 他動得變洗乾淨 那個垃圾都丟掉了 然後幫他整理一下他的衣服 他的東西 然後西班牙人生很開心 可是我男生就不喜歡 他就不喜歡你碰他的東西 他就開始覺得這個已經太多了 因為這個東西是我的 我自己知道怎麼處理 你不要碰 然後呢 跟那個西班牙人生去逛街 那個男生也會跟他說 這個適合你 這個不適合你 這個你不要買 這個你要買 因為他說他從小 他有姐姐妹妹 然後跟他們上去去 所以他覺得他有這個 Style 所以他很了解他要穿什麼 然後慢慢的我的舊朋友說 受不了 他說我的朋友感覺 世界都是個廢物 什麼都不會 做菜不要做啊 整理一下也不要整理 然後什麼都賣 他覺得你不要買 我幫你買 我幫你選 所以就不行 他開始覺得壓力太大了 對 所以有的時候 就要太多了 比如說如果男生做菜可以吃 女生說一年一次 真的 這個女生會覺得 哇 好體貼 但是如果每天每天每天 女生會覺得 有點膩了 就我覺得真的 歐美國家的男生的 體貼 體貼跟那個 亞洲國家的男生的 體貼的行為真的很 韓國男生有在體貼 韓國男生真的很 很體貼 因為很多人覺得 韓國男生很大男人主義 但是 對 所以我們就例如說 不是嗎 就不是 所以有一點 但是我們的大男人 是你們想的大男人 跟我們想的大男人不一樣 那你們大男人是怎樣 我們 你們覺得那個大男人 是我們以前那個 韓國男生去打女生 然後女生一定要家裡 就是做家事啊 男生都在外面做工作 然後就回來家裡 就是那個 女生 女生一定要準備一個 什麼晚餐這樣子嘛 現在不會 現在是有一點 那種紳士的感覺 就是一定要 重金女生 然後剛剛那個 跟哥講的那個 幫女生開門啊 幫女生烤肉 什麼等等之類的 是因為我們覺得 男生的力氣比女生大 所以是我們 那個 要用力的事情是 你不要 來 下來 不要用力的事情是 手吧 對啊 韓國的門主要重 對 要用力的事情 你說不定 鋼鐵門啊 打不過璀璨喔 我跟你講 用力的事情是要 璀璨要來囉 璀璨 不要 不要 講講就好 不要 先聽嘛 對 所以我們有一個 韓國男生很喜歡的行為 就是我們如果小時候 沒有車子 那就我們一定要打地鐵 就是去樂會嘛 那有時候女生穿高跟鞋出來 那我們男生 如果知道這個女朋友 穿高跟鞋出來 我們一定會準備一個運動鞋 這貼心 對 這貼心 然後就是準備運動鞋以後 就我們就是因為 我們沒有車子 我們走路太多 然後女生覺得腳很痛 那我們準備的運動鞋 拿出來然後給她換 貼心 換穿 你幫她準備她的鞋啊 對 她的鞋子 那你知道她 誰的鞋 因為女朋友啊 因為女朋友 所以是我知道她的那個 所以你隨時都會帶一雙 她的運動鞋 背在家裡 對 如果是知道她穿高跟鞋的話 就是我準備那些運動鞋 所以我以前跟 但是我以前跟那個 日本女生約會的時候 就是約會 所以又是小百合是不是 不是小百合 就是日本女生 然後就是跟她約會的時候 我準備運動鞋出來 就想要去給她看 韓國男是這麼貼心這樣子的 是 所以就是 笑 為什麼笑 你剛剛是想說笑屁 對 沒有 就是準備運動鞋 然後給她 然後就那個日本女生突然生氣了 對 因為她說我的鞋身Nike的 你為什麼拿艾迪達的來 艾迪達的來 艾迪達公司啦 為什麼要生氣 她說因為她今天為了 因為會 穿的打扮這麼漂亮 整體造型 對 今天的打扮不適合穿運動鞋 為什麼一直 對 讓我穿運動鞋呢 我不想要穿 這樣然後就覺得 好不好就韓國女生 就是 大部分韓國女生 喜歡這樣子的動作 因為 為什麼日本女生不喜歡 我覺得這樣還滿貼心的啊 總好比有一次我跟小鐘 小鐘哥去出外景 是 然後很冷 然後我就說好冷喔這樣 對 然後她說你冷啊 我說對 好冷 她就從背包拿出一個外套 這樣 是不是貼心 對 貼心 她就穿在自己身上說 還好我有戴外套 這有比較好嗎 對不對 還是是秉秀的行為 會比較貼心吧 是沒有錯啦 可是爪招不錯耶 是不是 可是我覺得爪招應該用到 第二次約會 你應該讓她第一次約會 她穿高跟鞋 就像妳講的 然後她講到 然後大家走天堂路 腳到她說 走天堂路 腳痛的時候 妳再拿出來 對 她沒有說腳痛 妳就不要拿出來 是不是 對不對 就是我有準備 可是我沒有逼妳穿 然後妳真的腳痛了 我都想到了 不然我會怕 今天的穿得 是沒那麼好看嗎 這個才會準備拿出來走鞋 OK 所以可能第二次嘛 就是妳有講到說 我上次記得妳說妳腳痛 是 所以我帶了一雙 貼心 這個很興趣耶 但是 Friends一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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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